第一个是开启那个完成 所以在那个你们光点里面 一定会有一组是完成的档案 另外一个是练习 Example里面是练习的档案 或者从网路上下载也是一样 那首先的话你就开启完成档 了解一下它这个地方的问题呢 它的问题到底要我们做什么 那首先的话实际上 第一个我们要先做的 如果说要练习的时候呢 第一个要先做所谓的开墙 那它要两边 一个是开墙 所以开墙的最大的目的就是说呢 我要得到就是开墙号 开墙号 那实际上这个地方比较不好理解就是说呢 因为呢会有个所谓的特别号 特别号就是说 开墙的时候呢 会需要开出七个号码 七个号码 这七个号码里面的话呢 就是一到六号是正常的号码 第七个号码是所谓的特别号 那它开墙的逻辑哦 各位可以看到开墙的逻辑呢 如果呢你的分数呢 三分普奖 三分以下的话呢就是共估 那分数怎么来的呢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是一到六号 假设你有中一个号码的话呢 一个号码中对不对 就是给一分 给一分 如果说呢 等于是说你中三个号码呢 才会有普奖四百块 所以中奖就是三个号码中了才会有 那另外的话呢 这边各位可以看到有六奖 六奖就是三点五 那你会想怎么会点五呢 特别注意哦 如果你中奖的号码 就是你开你选的号码呢 跟特别号比对之后 跟特别号一样的话呢 那就是给0.5分 给0.5分 这个是规则哦 这个是一个规则 那你要知道规则之后 你才有办法去做设计啊 否则很多同学不了解 为什么这个分数怎么跑出来 为什么会这样的结果呢 因为不了解逻辑哦 那如果了解逻辑之后的话 其实哦 就才可以去设计你要的结果 那其实问题是说 第一个 你要怎么得到这七个号的方法 方法是怎么得到的哦 那这里的话呢 我们会需要用到几个函数 第一个摇奖号 摇奖机这个地方呢 我们需要一个叫做RAND的函数 RAND RAND 这个其实你们可以参考那个 应该位置哦 你可以看一下八支三页哦 我们书上的八支三页的 第1 2 3 第4行地方 RAND 那这个函数呢 就可以帮我们得到乱数哦 那这个乱数的话呢 可以产生49个乱数 49个乱数 那这49个乱数呢 我们要怎么样决定 它的这个号码 它的号码 那这里有个逻辑 就是说我可以抽出什么呢 抽出什么 比如说最大的 由最大到最小排列 那我抽出什么呢 最大的七个 最大的七个 当成什么呢 当成我七个号码 最大七个 那怎么来的 其实哦 这个地方主要是列号 列号 好 比如说呢 最大的 从这个范围里面呢 第一个答案 第一个问题说 你怎么知道说 这个范围里面最大的是 谁 是什么号码 那这里的话呢 会需要用到一个函数叫LARGE LARGE 然后呢 再给它一个范围 就可以得到呢 打一个号码最大 可是呢 得到号码之后的话 我怎么知道 这个号码在第几列 比如说会跳出19 那其实19的话 在这里 各位可以往下看 应该是20 为什么 因为第一列 第一列里有东西嘛 所以呢 应该是20号 跳1号 20号 有没有 找到 那你会想说 第一 这个 列号怎么取得 用哪个函数 可以得到 列号 这个等一下也要知道 再来的话呢 比如说这些号码 我取得之后的话呢 那我要怎么样 让它做一个什么呢 排序 如果说我今天呢 希望怎么样呢 由小排到大 由小到大的话呢 该怎么排列 由小到大 所以这边的话呢 第一个问题乱数 第二个问题最大的 第三个问题呢 它的列号怎么取得 第四个问题的话呢 我要由小排到大 怎么排列 那最后的话 第五个问题就是什么呢 我如果希望呢 各位数字自动补0的话 因为你看到这个1 感觉有点怪怪的 其他都两码 那各位数字呢 如果只有一码感觉怪怪 所以呢 我们最后一个问题就是说 要怎么样可以呢 让它格式化 以后出现的话 就一定是两码 也就是各位数呢 自动补0 自动补0 那所以你看 这个地方有几个函数 你需要汇 这第一个部分就是选号的这个页面 第二个部分的话呢 我们要切到那个所谓的选号 那选号呢 你想说 选号我要怎么选呢 比如说我勾了2 10 18 26 34 42 假设我勾这些 那我怎么可以知道说呢 最后可以得到这个 最后的结果 就是 怎么去判断说呢 我到底选了哪些号码呢 那选完这些号码之后呢 为什么它自动会带到这边来呢 有没有 自动带到这边来 那中间呢 到底做哪些事情 其实这里的话呢 特别注意 我们需要学到的 第一个 怎么样在这个上面 产生什么呢 所谓的checkbox 就是让人家打勾啦 可以让人家挑选 那挑选的话呢 会必须有几个呢 49个 必须有49个 让使用者自己打勾 打勾之后的话呢 再去做判断 如果打勾的话呢 这边会变成有1 对不对 有1 那如果有1的话呢 表示说呢 这个范围里面的数值 1到49号呢 这边可以产生1到49的号码 然后呢 最后的话呢 再去相乘 比如说呢 有1的话 乘出来才会有这些号码 在这个范围的号码里面呢 除了这个有勾选之外 其他都一定是什么呢 一定是0 为什么呢 因为 数字呢 跟0相乘一定以为是0 那我们就把这个范围里面呢 把最大的 最大的几个数字呢 分别把它抓过来 那就可以得到 我们的这个6个号码 勾选6个号码 那最大的 挑出来之后的话呢 最后再把它排序 排序的话呢 排序由小到大 那最后的话再做个什么呢 做个格式化 让它变成2码 那再来的话把这个资料呢 用什么呢 复制贴上什么呢 贴上连结 把这个地方贴过来 就可以得到 那最后再做个开奖的按钮 比如说这个地方 就可以得到我们要的结果 但是这个地方 它的范例有个问题 就是说 这个地方 这个V路况栏数呢 我前面有讲过有没有 如果是0的话是完全比对的 1的话是找接近 所以这里应该是1才对 那课本的这个范例光碟 给的应该是错误的 所以你特别是把最后这个参数呢 把它改成1 那至于这个地方怎么做 我想 第一个 你们先看一下 把这个完成的档案呢 先开起来看一下 了解一下 开完之后的话呢 大概知道之后的话 请你把它看要不要关起来 或者把它缩小放在底下 再来的话呢 开启example的这个范例 我没有example来练习 因为如果要删除 可能要删除蛮多东西的 那这边的话呢 请你再开启这个 example里面的那个大乐透档 然后呢 我们再来一个一个练习 画面先画给各位一下 那这一题的话呢 原则上是最难的地方呢 是怎么样 是因为它的逻辑实在是 太复杂了 那前面同学光看到这个逻辑 头都晕了 所以我就先跟各位做个解释啊 这些步骤 你会觉得怎么这么的麻烦啊 当然这个是这本书的作者的逻辑 那当然你也可以把它简化 你不是说只有完完全全要照它的方法 你也可以去思考就是说呢 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可以哦 第一个如何产生乱数 七个乱数 方法不只一种 第二个的话呢 怎么去比对 比对出乱数的结果